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爱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的重点对于像汉发东西、洛阳木业、厦门物业、美景能源、金峰科技 做出技术解读,从残忍的视角进行分析 重点放在买卖点的转化和应对 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那么首先呢,咱们还是要花两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盘面 接下来怎么去推演 那么像我们的上证指数呢,咱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的一个视角 只要说呢,它能够今天或者今明两天能够突破3544点的位置 那么呢,是可以做乐观来应对 那么呢,关于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来讲 如果说能够突破3544 那么是可以选择性持股 好,如果说始终没有突破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残忍推演方式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上、下、上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呢,走向下离开段 那么相当突破之后呢,它的一个推演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3446.55来作为一个I0观察 那么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进入段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下、上、下 然后呢,构建这样的小的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当前的话呢,市场上已经从乐观的一个角度来进行呈现 并且呢,当前向上离开段并不能视为结束 而且呢,它与它之间并无被此发生 没有被此发生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考察的是中枢上延 最新呢,这样的中枢上延 如果说后面对应 持续走强更好 若有回落,只要说不破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它是有机会呢,呈现出 新的 小级别三买的机会点 如果说走得足够强 那么呢,再构筑这样的 与它同级别同方向的中枢平台 向上的转化为这样的一个趋势走法 这是一种乐观的推演方式 那么即便不够乐观 它的一个推演方式的话呢 也是考察这个位置 只要说呢,回落不破 反弹呢,它没有给新高 那么它更多的也是一个增浪的走法 所以说呢 只要说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 指数而言 短期来讲风险并不大 这是从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中枢呢 它构建的是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一分钟级别来应对 但是呢,我们从更高级别来看 它又可以分解为 列数呢,从三十分钟的维度来看 三千二百零二点位这个位置呢 以来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平台 好,那么这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平台 向上离开段之后 它走的是五分钟的趋势上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向上离开段 那么回落下来呢 如果说后面演化的这个位置呢 突破了三千五百四四已经突破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级别三买来作为处理 好,那么三十分钟级别三买的话呢 如果说用更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呢,不管是盘整上还是属于趋势上走完 后面呢,又有机会呈现出新的回踩方式 那么呢,完全有机会呢,和它构建出新的 与下方这个位置呢 同级别同方向的中枢 而后呢,再走离开段 所以说呢,当前来讲对于指数而言 回踩下来,只要说不破这样的一个 最小级别的中枢平台上延 可以把它视为短线的这样的一个低细的接连 好,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观点 那么下面呢,咱们进入个股的分析 向、行、发、动力 那么这一支个股呢 我记得在很早之前 当时呢,在某一个视频当中讲到 当时有朋友问到说 它的三买位在什么位置 那么当时给他讲的话呢 它从禅论的一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其实呢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 线段下 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的 好,线段上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再是一个日线级别的线段上 它中间呢,并没有构成标准中枢 没有构成标准中枢 当时给他讲参考前高的位置 如果说回踩不破前高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大的 线段强势的 这样的线段上的一个推演方式 那么呢,可以把它作为类 三买来处理 好,这是一种咱们前面 当时呢,在调整当中 给出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么像今天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 而且呢,是连续的调整之后 出现的涨停 那么像航发动力这一支购股呢 咱们从技术结构上面来讲 那么呢,其实是可以把 这个位置呢 从84.76以来 这个位置呢 其实标准来讲的话呢 它还是日线的一笔 它够不成一个线段 但是呢 我们来看今天 这段时间 它的最低呢 是55.69 而前面呢 这个位置最高 是56.33 什么意思呢 55.69 和56.33 也就是说呢 已经有接触 有接触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分析呢 这个位置 可以做成一个 内 日线的线段 来进行 分析 因为标准角度来讲呢 这个位置 它 够不成三笔 所以说呢 不能成为标准的线段 但是呢 从日线的一个维度 利用结合率的话呢 是可以 把它作为线段来进行分析 那么呢 如果说这样进行推演 它是有机会 发展成为什么呢 从这个位置以来 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 这是上 这是下 把这呢 作为进入段 然后呢 下上 这个位置呢 是下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构成了这样的一个 奔走中枢 奔走中枢 因为有结束嘛 这个中枢的空间 区间比较小 然后呢 向上 期待它走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 它的基本面积分析 由于它本身呢 像年报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结合 它的一个财务数据来看 那么呢 在 好 在我们 2019年12月31日 它归属母 公司的净利润呢 是10个亿 然后呢 369 2020年369 分别是8千万 4个亿和6个亿 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维度来讲 那么它在 今年 2020年的年报里面 与上年同期相比较而言 有可能会出现增长 那么这应该怎么去看呢 例如说还可以从它的一个 这里面 有一个 利润的一个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的话呢 2020 2019年的12月31日 是1.27% 然后呢 从3月 2020年的3月份 6月份 9月份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 它的属于呢 是非常抢眼的 那么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它的一个 年报业绩是 可以往乐观去应对的 当然了 最终还是以年报为准 这是做一个客观的一个推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 结合当下 当下的话呢 其实从 传统的一个技术角度来讲 那么呢 从八十块 七毛六点位 这样的下跌 可以呢 把这样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景线位来对待 好 那么呢 今天涨停的位置呢 正好触碰 景线位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就非常关键 如果说呢 它持续往上 那么是再一次的 站上景线位之上 如果说 这个位置呢 连触碰都不能触碰 它是一个破坏之后的一个确认 那么今天呢 是属于强势的一种反抽 好 那么像航发动力 这一支购物呢 结合 咱 残忍的一个视角 再结合呢 它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一支购物呢 我觉得它当前的反弹 大概率还可以延续 延续的话呢 我们用产量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 观察的一个核心点 在什么地方呢 核心点是在接下来 它反弹的力度 就说呢 如果说用最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去看 那么呢 它下跌的方式 好 如果说反弹持欲走强 回踩 略有回踩 回踩的力度比较弱 再进反弹 那么最终 当它形成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平台之后 再往上 到时候呢 再比较这样的一个背词段 这是一种跟踪方式 而且呢 期待它能够走出 日线级别 这样的一个向上离开段的一个预期 好 这是从残忍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踪 那么如果说偏弱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偏弱的一种做法是反弹不给新高 反弹的话呢 不给新高过之后 那么呢 它又有机会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演 什么推演呢 从80块7毛6的位置以来 可以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好 这是30分钟的 一笔下 一笔上 好 那么如果说反弹不给新高的话呢 那么它又有机会呢 勾住出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而后的话呢 再一次向下走离开段 如果说再一次往下走离开段 它的一个力度比较弱 不给新低 是属于新的内二买的位置 如果给了新低 但是呢 它里面存在这样的一个背词结构 然后呢 和进入段相比较来讲 存在背词 那么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新的日线级别的 期待它的一个内二买 就是那期待向上离开段 好 这是航发动力 那么呢 用通俗的语言来讲 那么当前 对待航发动力 这些个股来讲 一方面 它反弹或可延续 观察能不能给新 能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又会存在新的减持的一个机会 待它回落下来之后呢 再把握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第二种分析方式呢 如果说后面对应了一个回落 只要说以前低 以前低作为一个参照 如果说呢 反弹之后再进行回落 那么呢 只要说前低不破 形成小级别的内二买 如果说破了前低 但是有背词 可以把它视为日线级别 新的一买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航发动力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例如说像洛阳木页 洛阳木页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给大家分享了 尤其在这一天 我看到刚才有个粉丝朋友留言 说修缠马后炮 好 认为马后炮的就当成马后炮来看即可 这一点呢 到无妨 好 也是仅供参考 那么像洛阳木页的话呢 咱们是在这一天 因为呢在前面啊 这一次购物咱们也是跟踪了很长时间 跟踪了很长时间的话呢 最起码咱们最近是在2月5号 就是在这一天 给大家进行分析 分析过之后呢 当时给大家的一个视角 考察的是什么呢 大家回顾一下 考察的是 它能不能 后面的走势呢 会不会破五块七毛三的低点 如果说破了 破了五块七毛三的低点 它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盘整下来进行应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盘整下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讲 它是一个标准的五分钟的盘整下 因为它中间构建的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这是进入段 这是上下上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构建完过之后呢 它走的是一个线下离开段 线下离开段的话呢 它与它之间存在被持 好 触发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呢 对于路亚木叶这一支个五 再结合更高级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 它又符合什么呢 例如说在三块毛三以来 勾住一个 好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它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中枢平台来进行对待 对待的话呢 那么五分钟的盘整下走完不破中枢 它对应的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呢 三十分钟级别三买的一个机会点出发的反弹 那么后面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很重要 重要的基点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看它能不能向上给出新高 如果说能够向上给出新高的话呢 那么像路亚木叶它是完全有机会走出一个大牛股的 那么这是一个中枢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三十分钟的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呢 如果说给出新高 它完全有可能构筑与它同级别同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中枢之后 再向上走离开对吧 那么当这样的结果完成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做法了 好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另外一种推演方式 我们要结合 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个走势 怎么去看呢 那么来看一下 好 从五块六毛二这样的反弹 连续反弹两天 两天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 这把它呢 作为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 存在被迟和三十分钟级别的三买位成立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没有给出新高 而是说呢 不管说是不突破前面高点也好 还是说呢 只要说不突破这个位置的高点 那么呢 一旦再一次回落下来 它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一方面可以作为中枢延伸 从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延伸至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第二种推演方式的话呢 作为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延伸过之后 再向下走离开段 向下走离开段的话呢 考验前低的位置五块六毛二 如果破了五块六毛二 它与它之间呢存在被迟 然后呢再结合 前面三十分钟级别中枢上线不破 那么呢 它的一个三十分钟 三买的机会点呢 又会再做新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好 所以说呢 对这一支个股 从当下的一个应对来讲 反弹 只要说呢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位置 都是一次卖点 等它回落下来 如果说呢 反弹不给前面高点 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个卖点的一个走法 那么呢 回落下来 如果说呢 不始终 不破前面低点 把它视为中枢延伸 那么用相体的角度来进行低高炮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对应的交易方式 好 反之的话呢 如果说走的弱 再往下走离开段之后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又不能够升级 此作为延伸 而升级不了三十分钟 级别的中枢 再往下走离开段 破了一下前低 根据背词 可以呢 再做新的 这样的一个进场点 好 那么如果说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有机会发展成为 向上离开段 那么呢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会进入 强势和乐观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当中 好 到时候呢 又考察 像这样的一个 把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作为一个上沿 作为新的支撑 来进行看待 好 那么结合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也给它做出一个分析 分析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是它有一个 1.94亿元的回购 那么重点回购的 看的是什么 一个是回购的金额多寡 在这呢 看它 回购的一个成本价 当时呢 咱们昨天前面呢 也给它讲到过 在前天晚上给它讲 重点 重点进行分析 它的一个回购的价格呢 在3.956到4元之间 当时呢 还给它开玩笑说 如果说它后面呢 真的有调整到4元附近 甚至可以是蛮 可以重仓这样去 搞的 但是呢 这样的机会呢 不一定会给 好 如果说用传统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也有朋友会关心 好 当前的话呢 它是属于 好 低点和低点连接 然后呢 高点和高点连接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写行的通道 反弹的话呢 像这两天反弹和前面的反弹 它就属于一波比一波小 我觉得这样分析呢 有道理 但是呢 太武断了 为什么武断呢 因为你现在还不能视为 它反弹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这也还是用应对的角度来讲 看它后面的推运方式 不突破前面高点 反弹的话呢 对应的还是一个卖点 等它呢 看它后面怎么去 刚才按照咱们分析的视角 来去应对 如果给出新高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再次走强 进入新的预期 然后呢 把这作为一个新的支撑 回了不破呢 又有机会 勾住新的 五分钟级别 这样的三脉的机会点 来去应对 好 这是洛阳墓烟 那么呢 用通俗的语言 来去看待 就说呢 当下 还是一种向好的一种走法 那么呢 反弹不给新高 卖点 回落下来 找买点 如果说以这种延伸的 中枢延伸的方式呢 用相体的视角 来把握第一高炮 如果说呢 后面真的走弱 走弱的话呢 弱的程度 是说延伸之后 再向下走离开段 破了前逼 有被吃 把它视为新的 30分钟级别的 三脉的机会点 好 这是洛阳墓烟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厦门 物业 下面物业 这一次购物呢 咱们也是跟踪的时间 比较 长 准确来讲的话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就用产略的视角 这种解读 一方面呢 它是有 比较强大的 基本面的预期 就是业绩大幅上升 与上年同期增长了 135%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购物本身 从技术的一个维度 上面来讲 好 当时呢 给它做的一个视角 是属于 中枢的延伸 来进行看待 同时的话呢 它是多次 在144年均线 位置呢 收到支撑 1234 那么当前在这个位置呢 再一次解读 那么讲到这回呢 讲一个小插曲 有个粉丝 有个粉丝朋友的留言说 在昨天满仓 不是满仓 是接近满仓呢 堵了下面屋叶 堵了下面屋叶的话呢 那么像这两天 虽然说大涨啊 但是呢 我觉得 去用市的角度去搏机会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呢 仓位一定要 控制好 如果说轻易的满仓 把满仓当中用习惯 赚钱呢 就赚一下子 但是呢 一旦 走弱 一旦呢 遇到更大的风险 可能会出现惨亏俱亏 好 这是下面屋叶 那么当下怎么去看呢 像今天 它属于一个强势涨停 几乎呢 在早上的几分钟之内啊 在早上三分钟之内 充满 而且呢 捞到了风势 那么这一次 给我不出意外 明天的话呢 会继续新高 那么新高过之后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中枢 中枢延伸之后 形成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它意思 如果说 按照这样的一个强势的 一种推运方式 向上离开段 走完之后 到时候呢 考察的是 好 回踩不破 就看到回踩 只要不破 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中枢平台 都可以把它视为呢 三买的这样的机会点 来去应对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一次购物 它实际上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 正当上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强势的特征 而且呢 今天是属于数量版 数量版什么概念呢 它属于一个 一致 就是属于呢 多方的力量 非常之强 放量版呢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资金接力 和换手 数量版呢 可以当成一个 加速版 所以说呢 不足以外 明天会持续冲高 甚至不排除 再涨停的预期 当然了 具体以石盘 跟踪为主 好 这是下面位 那么用残论的一个 视角来进行 解读和跟踪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 因为前面呢 咱们从操盘的一个维度来讲 给它讲到 如果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 以这个缺口位置的参考 而且呢 用13天均线破了 你可以先减 那么调整下来过之后呢 根据资金激励 你再考虑低息 但是呢 前提先把144天均线 示好自成位 这是一种交易的应对 后来涨上来了 那是好事情 低下来了 我们风险可控 好 那么再用残论来进行 分析的话呢 首先像这样的个股 它咱们前面的推荐方式属于 好 把它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 中枢的延伸来处理 它的推荐方式的一个是 走强 中枢延伸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是一种推荐方式 那么即便走弱的话呢 反弹 没有行高 回落 再进反弹 后面呢 给出 向下的离开段 它是一个反向运动 只有一旦呢 给出山脉的机会 那就属于 真正的是 撤离走坏 走弱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实现好的方向发展 下面物业 好 再真的像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这一支个股呢 咱们前面也重点分析过 重点看的是 像七块金毛八 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那么当前已经突破了 有朋友留言说 这一支个股是不是代表了 有新的机会了 首先呢 它是属于 从五块八毛五这个位置呢 可以这样去推演 好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线段上 然后的话呢 它对应这个位置呢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 次级别的中枢来对待 向上走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离开段内部 它又勾占了 小的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呢 它后面的走法呢 在三 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向上离开段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又勾建了一个 小的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如果说呢 回落 如果从高之后回落 不破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三买 五分钟的三买来处理 如果回落下来反弹 就是反弹不给新高 再进行回落 走出一个一分钟 或者是走出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的下跌结构 但是呢 不破前面 这个中枢位置 它又会形成一个三十分钟 这样的一个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突破 后面呢 根据它调整的力度程度 如果说回踩连五分钟的中枢都不破 它是有机会呢 再勾住同级跃同方向的中枢 再往上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更强势的走法 那么偏弱一点的走法的话呢 是属于 好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直接一个三买转二脉 五分钟级别的三买转二脉 或者说呢 构建一个反向的运动 反向运动过之后呢 考察的是下方 高一级别 中枢平台上沿 到底破一不破 来作为根中即可 好 如果说呢 用三线操盘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这样呢 给我再往上会必然会偏离五军 除非强势挡停 否则的话呢 再冲高 短线的话呢 是要减的 回踩之后呢 再保护低吸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策略 因为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当前 把它作为一个虚式 来进行对待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呢 五分钟的中枢上沿在什么位置呢 在 七块八毛一 一树呢 对于短线 超短线的角度来讲 考察的是七块八毛一 灰彩不破 对应还会有新的高点 那么如果说用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呢 它的一个节点是七块二毛八 好 这是用关键技术的关键点来去观视和应对 好 那么呢 像金凤科技 金凤科技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也有朋友留言到 那么咱们也做出一个简单的解读 那么这一支个股从 首先呢 它的一个基本面来讲 占物数据 占物数据的话呢 它本身作为 像它的一个经营分析里面 它作为风机 风电 它属于新能源方向 新能源方向里面呢 再结合它的一个财务指标来看 那么呢 在2019年的12月31日 它的一个经历率增长率负的31% 2020年的369 它分别是正的 那么从这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呢 年报或有预期 这是简单的一个推演 好 再从技术的一个维度来看 技术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从7块8 8块7毛6以来 那么呢 它是作为这样的一个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它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30分钟 级别中枢的一个延伸 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过之后呢 它当前是属于向上离开段的内部 这个推演方式呢 一方面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 走强向上离开段 好 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那么比较弱的话呢 如果反弹没有新高 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新的 三买转二脉 好 在这样的一个级别 针对于下方这样的一个中枢 可以呢 把它作为三买转二脉 然后的话呢 走的 如果说 走的中等 好 中枢延伸 与它形成同级别 同方向 再向上 走离开段 那么走的弱 那么呢 向下 再一次回落 直接呢 破了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好 这是从残忍的视角来进冰中的 那么当前 我们再来结合呢 连续两天的反弹 量能实际上并没有放大 量能没有放大呢 而且 它是属于受到实际性均线压制的 所以说这一次个股的话呢 我们要 观察 它当前的反弹呢 并不算强势 所以说后面 我们来看 反弹一旦不能突破 前面的高点 它反弹过之后呢 对应的是卖点 回落下来 只要说 不给三卖 什么叫三卖呢 例如说 跌破这个位置 反抽不进入 这就是三卖 来做做应对 就是呢 只要不给三卖 回落下来之后呢 又会应对新的机会点 好 就是呢 刚才就咱们这种 推演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分析 反弹不给新高 就是卖点 回落下来 如果说呢 不破 前低 要么是 中枢延伸 要么是属于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的话呢 它大概率也要构成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再往下走离开段 所以说呢 它至少呢 还会存在一次 这样的一个低吸高炮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极弱的一种情况干嘛呢 反弹走的比较弱时 后面呢 再往下 破了前面低点 破了前面低点过之后呢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 走弱的一种表现 然后呢 过度 提那下跌结构之后 考察 下方的这个中枢位置 下方中枢位置呢 中脸可以观察 12块军毛式 12块军毛式 不破 30分钟 级别的三买 依然有机会成立 如果说破了 那么呢 它对应的就是真正一样的走弱 好 这是金风科技 希望这样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对朋友更多呢 会有所帮助 更多呢 还是从分析的视角 和买卖点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如果说呢 对于趋势类型的个股 充分的去结合 它的一个基本面和方向 如果是从短线的一个视角 更多的从强弱 和技术的关键位来应对 那么呢 结合残忍的角度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 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那么像今天这个视频呢 更多的是一种视角的分享 是一种分析和应对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再见